比拼吧 请问娜姐问个问题吧 要不然 选房间是吧 对 先选房间 好 有意思 来吧 首先张琪请回答 请问你看过我跳女团舞吗 没有 不好意思 我看过 对 非常棒 这边是 我问一个问题 请问你 请问你看过我跳香水舞吗 看过你跳 他模仿杰哥 当时是杨迪现场发给我的 然后我说我迟早会收拾他的 那行 那我先下车 就是今天 谢谢 来 请问你看过我跳女团舞吗 没看过 是同一个问题是吧 不一定 你再听 你听听看 你是否 看过我跳女团舞 说实话吗 都行 说假话也行 我看过您跳舞 但是我没有看过 您跳女团舞 倒是真的 他说的是您 您啊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踩中了 这是出题人的雷点 他非常不喜欢这种回答 已经飘到我了 好像 第一个选的是那个 王勉 第一个选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很实在地说 他没有看过 他也很实在啊 他就是很假 因为我们已经很说 您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看过您 你这平常不是这么假话 你看 好 你第三个选 王勉第一个 好 王勉 你不是假 可以 说人家把我真假 你 我就 都可以吧 我就这个吧 你在这儿 齐个呢 行 我能跟王勉住一屋吗 当成呀 可以是吧 当然可以啊 你这选拳了是不是 对 到最后 是马勃签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不是吧 你很孤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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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